各种小型无人机就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打气效果 就连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也都快扛不住了 为了避免遭遇灭顶之灾 他们的战略核潜艇就在维克指挥塔的顶部 就装上了金属框架 就成了那个所谓的加棚党 这还真是全球首次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秘论评 俄罗斯电视台那边就有一个公开的画面显示 他们的德尔塔四级战略核潜艇图拉号 在维克指挥塔的顶部就配备了防护顶棚 以防御无人机 美国动力网站就说了 说这个为核潜艇配备防御无人机袭击的这些东西 那还真是全球的首次 但是俄罗斯那边也有人说了 说我们这个不是干这个用的 金属框架的它很可能是遮阳板的一部分 或者是有别的什么用途 但是你看那个外形吧 它跟这个俄乌冲突中 俄军坦克顶着那个反无人机的棚子 那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大概率还是要防这些无人机 或者寻飞弹这些攻顶武器的 潜艇的维克舵啊 它那个指挥塔的开放顶部 其实很容易被攻击的 而且也没什么防护嘛 你就算是那个潜艇的维克 是吧 它也不是个耐压的结构 它的强度并不高 你要来这么个几公斤的炸药 或者是一发RPG的弹头 那可是真够瘦的 潜艇啊 通常在进出港口 或者通过这个晕渡航道的时候 它其实都是浮出水面航行的 而且速度它并不快 在这个阶段呢 水面机动性也非常非常的有限 它也没有什么对付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那么战略核潜艇上浮水面的时候 你要是遇到一个无人机 要真是过来搞你一下的话 那真是赤手空拳啊 在俄乌冲突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民用的这种无人机 你包括娱乐用的这种消费机的无人机啊 还有更简单的那个竞技用的穿越机啊 还有巡飞弹 它就展示出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 尤其是这个穿越机啊 体积很小啊 随时啊 它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放飞 而且呢 它可以实时的回转图像 便于后方呢 进行遥控 它飞的速度不但快 飞行的轨迹还挺刁钻的 搞得你是防不胜防 它呢是可以从那个很小的进出口 钻进这个建筑物的内部 那它要是如果飞进潜艇的内部 也有可能啊 或者说 它把这个爆炸物 通过它那个围壳 那些通往潜艇的那些通道 它给扔进去的话 那也受不了 如果再引起潜艇上面的迅爆 那这潜艇可就真是悬了啊 那即便说吧 它带着这个爆破物 参与自杀的攻击方式 损伤围壳和指挥塔 指挥室那个部位 那这个潜艇也是够瘦的 乌克兰这边呢 对俄罗斯的渗透啊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你要真是港口或者是航道内 你对潜艇发起这个攻击的话 单人就可以做得到 瞄准战略核潜艇这类非常宝贵 也非常重要的战略资产 给你来一下 这个损失 俄罗斯可就大了 而且会造成带有这种轰动性的负面舆论 所以由此说来呢 俄罗斯也是没办法 只能拿这个办法来防一防 不过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 虽然说无人机的 特别是这种小型的 这种民营无人机用于作战 还不能说它发挥出什么一个 太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它一定是开启了一种新的作战模式